雾霾是什么呢 我有时候会把灯关掉 我想看一看 我知道PMR药就存在这当中 它们是一些空气动力学直径小于2.5微米的颗粒 所以它们才能折射大量的可见光 留给我们一个能见度很低的世界 但是我看不见它 因为右眼能看到的颗粒物最小的也是它的20倍 换句话说这是一个看不见敌人的战争 只有一个办法 我能把它拽在眼前 就是这个 这是一个PMR药物的采样仪 我可以把一个非常干净的采样膜放在里面 然后我就背着这个仪器24小时 这是那个采样膜最初的样子对吗 24小时之后 它是这样的 如果我不对自己的孩子加以保护的话 所有的东西都会呼吸进去 它有多少呢 305.9亿微克每立方米 谁也听不懂这个数字对吗 我们只能比较它 这是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 这个是美国的 这个是欧洲 这个是中国 那么我们在当天呼吸进去的是多少呢 几乎是中国标准值的5倍 但这只是一个听上去有一点耸动的数字而已 我很想知道那个采样膜的里面到底是什么物质 我就请北大 邱新华博士给我做了一个测试 他分析出来的结果是这样 当中有15种致癌物 其中世界上最强的致癌物本病A比 它是国家标准值的多少倍呢 14倍 我不太相信这个数字 因为你记得吗 刚才那个片子里面 当我站在笑语四五个交化场中间的时候 我呼吸到的本病比才超标9倍 现在我在一个国际大都市的中心 举目似望 我根本看不见工厂跟烟痛 我怎么可能超标14倍呢 邱博士自己也怀疑了 他说不太可能这么高吧 我再算一次 第二天他给我打了个电话 说没错就是14倍 大量的样本显示 有很多人比你更高 超标20倍 所有这些致癌物都负责在 就你刚才看到的 那个黑色的彩氧膜的表面 这种叫做黑碳的物质上 它非常小 只有0.2微米 但是它是一个锁链的结构 所以如果它打开的话 两颗黑碳能有多大 能有整个篮球场那么大 所以它可以吸附很多的致癌物和重金属 在中国这样的黑碳有多少呢 这是2009年 NASA做的一个测算 那个紫的发白发亮的地方 是中国 它像幽灵一样在我们的上空飘荡 所以我就去找了北大 我知道他们有一个实验室 我说 我能不能当一个志愿者 你把我放在一个高浓度的 一个实验舱里面 测试一下我的身体反应 这样我可以告诉大家 他犹豫了一下 对我说 不好意思这个实验没法做 我说为什么 他说因为你知道 每一个实验都需要一个伦理安全值 这个安全值要保证 受试者不能受到太大的伤害 但如果我设定这个值的话 外面大气 比里面实验舱的空气 浓度还要高 换一句话说 就是我们每个人 都生活在一个终生暴露的实验舱里 它的结果会是怎么样的 被他换了一种实验方式 他们就直接测试 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身体的反应 长达一年 我自己也参与和体验了这个实验 这是我得到的结果 我自己有呼吸道炎症 食意感人群 细克力物会影响呼吸系统 增加气道炎性反应 还会增加 进一步影响心血管系统 超习克力物身高 跟心脏供血能力降低有关系 这段话我念都念不通 因为我不明白是什么意思 所以在科学家的帮助下 我们把它做成了一个动画 我是PM2.5 我的弟兄很多 多怀方听 格力重镜书 每一个都带着离气 在攻击人类的闯关游戏里 我很少失手 第一关 鼻孔 鼻毛和鼻涕能挡住外来异物 90%的直径 大于10微米的颗粒物都在这里挣挂 但挡不住我 第二关 咽喉 上呼吸道的鲜毛 10微米 一秒钟 煽动20次 但我身体轻盈 器官平滑即受到刺激 收拾 试图阻挡 这是自屈屈弩 鼻山关 下呼吸道 这里有像道长的大树一样密布的支吸管 使我们最好的滑雪道 我们一路跟白细胞淋巴细胞等交手混战 人类因此引发隔离炎症 我们的大部队最终到达 数差尽头的肺炮 人类的肺炮有三亿多个 我们一旦挡住肺炮 人类就喘不过气 但这里有我们最可怕的敌人 居实细胞 他们捉门腾食异物 号称体内轻盗腹 这是一场恶战 但我们人多 而且又难以分解的内核 加上重金属的毒素 巨石细胞很难消化 容易细胞气破例而死 人类的免疫力就是这样下降的 我们还有一组高峰战士 历经小雨零点舞为敏 可以穿过肺泡沫 直接入血 研读损伤血管内容 让人血管变杂 血压升高 引发血酸 我们甚至可以通过肺循环 来到人类的核心中枢 向你们的心脏发起总共 造成心肌瘸血损伤 血液混乱 引发心肝 沾到把人类 你们的每一刻呼吸 我都在 这个是中科院提供给我们的测算 这个复杂的图表显示的是 当PM2.5的直升高的时候 人群的死亡率是随之上升的 这个趋势的测算 很多科研机构都做过 我看到中国的前卫生部部长 陈竹的测算结果是 在中国 每年因为大气污染 过早死亡的人数是 50万人 在这场跟人类的战争当中 我们最脆弱和最容易受到伤害的 就是我们的孩子和我们的父母 这些小孩大多才两个多月大 还没有出过门 但是已经得了肺炎 他们在接受物化治疗 那么他们的父母让我拍下他们 怀疑是重物埋期间 因为没有防护导致的 但医生跟他们说 我只能给你诊断为 不明原因肺炎 因为我们还没有 目前的流行病学调查 但我可以告诉你的数据是这样的 在2013年1月份 重物埋期间的时候 我们整个国家 有27个城市 都出现了急诊人数的爆发性增长 有的时候我们小区的妈妈们 会聊起这件事情 有一个妈妈就问我说 可是那该怎么办呢 要不要把小孩尽快地送到雾霾天里面 去让他们锻炼锻炼 适应适应 说是不是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 曾经空气污染严重地区 洛杉矶的一位预防医学专家 告诉我们 到底把小孩暴露在高农度的工具里面 能不能够产生适应性 我认为我们有任何评论 这是我们家楼下 前两天雾霾严重的时候我拍的 当天AQI已经超过了500爆表 严重污染 可是我楼下这个小学 孩子们还在打球 跑步 玩耍 在运动的时候 人的呼吸量会增加5到10倍 然后我看着他们 我意识到说我不可能一直保护我的孩子 总有一天他到社会当中去 呼吸是没有办法选择 也没有办法逃避的 你的每一口呼吸它都在 一个成年人像我们这样的人 每天要呼吸大概25000次 天长日久 日积月累 这些东西在我们的肺里面会是什么样子 我们非常感谢在北京肿瘤医院 有一位患者和医生同意我们 拍摄记录了这一场手术 她是一个早期的肺癌患者 她是一位女性50多岁 在医院的财务室工作 她跟家人都没有吸烟食 这些黑色 这边我们也一样 这边我们 但是当我吃这个老家 控制的 控制的 不干净 所以这种大气和 这个摇摇 人体只有肺的瓶瓣 就是因为人类的肺 你发现人类的 都就是保护 当这个黑色的鱼 就是影响她的预期 所以是不是 我们把她的免疫功能 已经锻炼成疲劳 所以你看今年的世界非常 大会为主欧 已经把肺的慢性疾病 化为肺癌的高高危因素 让我们非常安慰的是 这样手术很成功 所以患者 在肿瘤摘除之后 基本可以康复 医生就把这个黑色的淋巴结 摘下来之后 拿给他的家人看 那家人问 那您能告诉我 到底我爱人 为什么会得肿瘤 他说 我只能根据我的 临床的经验和推断 告诉你 我怀疑是空气污染 世卫组织告诉我 颗粒物是被列为 人类的一级致癌物 我听他说的时候 我有一个疑问 如果是肺癌的话 肺癌应该有一个潜伏期 它起码应该在十年左右 可是雾霾 我们这两年才听说 对吗 那怎么会 这么快就能够导致肺癌呢 我就像NASA提出了一个申请 能不能你们把这十年来 华北上空的卫星图片发给我 这是我收到的 2012年 北京的上空 2011年 12月的北京 2010年 华北上空 2009年 华北上空 再看看十年前 2005年的华北 可是我不能相信 因为我就在华北天空下生活 这十年来 我怎么没有觉察到雾霾的存在 我就去找了我们国家 奥运空气质量保障小组的组长 唐晓妍院院士 他给了我这条曲线 这是2004年 11年前 那时候我们还没有PM2.5的检测 但我们有PM10 他说根据当时的估算 那个时候 在污染期的话 PM2.5可以达到300到400 属于今天的严重污染 我问他 我说 难道我失明了吗 2004年我在北京 他说 你看看这张照片吧 那是什么 我说那应该是买吧 那我怎么不知道呢 他说 你再查一下 当天新闻报道的标题 首都机场因雾出现 今年最严重的航班延雾 那个时候 我们一直认为那是雾 我们一直把它叫做雾 所以看到这张照片 作为曾经的记者 我的内心是有自责的 因为那些年里面 我一直认为 自己是在报道 各类的污染事件 但是我一直认为 好像我听到矿山的炮响 才叫污染 我看到工厂的烟筒 才叫污染 我从来没有想到过 我们生活在都市中心的人 我们每天看到的天空 那就是污染 我那个时候 已经不再是记者了 我早就是当事人 但我还有一个疑问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小的时候 家家户户都在烧煤油炉子 对吗 我们每天晚上 都在呛人的味儿里面 睡着再醒来 我怎么没有听到 那是很多人得肺癌呢 一直这个问题 到我认识了 我们国家从事这个研究 三十多年的何欣州教授 他才给了我一本资料 这个 我国二十六城市 大气污染 与居民死亡情况调查 1976到1981 为了让大家看清楚 我把他的结论打在屏幕上 很简单 那个时候的大气污染 已经跟居民的肺癌死亡率 分不一致 那个时候的大气污染 就是煤烟性污染 只不过这份材料 在当年 一直是内部资料 人们在当年并不是没有闻到 羌人的味道 但煤炭带来的温暖和能量 在当时更重要 1980年前后 北京市内有3700家工厂 对一个充满发展渴望的 能力大国来说 烟筒被认为是进步的标志 在有的人的眼里 它就是两个烟筒 在有的人的眼里 它是回家的坐标 我们对污染远远缺少经验 认识和控制技术 主要污染物没有制定标准 燃煤量虽然远不如今天 但排污量巨大 从科研机构的PM2.5战点数据来看 2006年年均PM2.5浓度 要高于今天 就在这一年 中国提出节能减排 设立二氧化硫等重要排放标准 此后主要大气污染物开始整体下降 但是对能见度能够产生影响的 希克利物增加了 极端重度污染天数增加了 人们对于污染感受强烈 经济发展给中国人带来寿命的增长 和更多疾病康复的机会 但是空气污染的风险得到凸显 过去30年内 我国的肺炎死亡率上升了465% 虽然吸烟和老龄化 仍然是这个数字的主要因素 但希克利物明确的致癌风险 越来越得到重视 2012年 PM2.5被列入监测范围 国家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 随着收入增加 信息透明 人们对环境的期待越来越高 一个人 别说人了 一个活物应该怎么活着 春天来的时候 门开着风进来 花香进来 颜色进来 有的时候你碰到雨 或者碰到雾的时候 你会忍不住想往肺里面 深深地呼吸一口气 能感觉到那个碎雨的那个味道 又凛冽又清新 秋天的时候 你会想跟你喜欢的人一起 就一个下午什么都不干 懒洋洋地晒一会儿太阳 到了冬天 你跟孩子一块出门 雪花飘下来 她伸着舌头去接的时候 你会教给她 什么是自然和生命的美妙 但现在呢 这一年每天醒来 我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 先看一下手机上的 空气质量指数 用它来安排我一天的生活 我就靠盼着一点 西北风过日子 我戴着口罩逛街 我戴着口罩购物 我戴着口罩去跟朋友见面 我用胶条 把我们家的门窗 每个缝都给她粘上 带着孩子出门打疫苗的时候 她冲我笑 我都会感到害怕 说实话 我不是多怕死 我是不想这么活 所以每次碰到有人问我说 你到底要干嘛做这件事情 我只好简单地告诉她 这是我跟雾霾之间的 一场私人恩怨 我要知道她从哪儿来 我要弄明白 这一切是怎么回事 世界上最强的致癌物 本病A比 它是国家标准值的多少倍呢 14倍 我不太相信这个数字 因为你记得吗 刚才那个片子里面 当我站在笑意 四五个交话场中间的时候 我呼吸到的本病比 才超标九倍 现在我在一个国际大都市的中心 举目四望 我根本看不见工厂跟烟通 我怎么可能超标14倍呢 邱博士自己也怀疑了 他说不太可能这么高吧 我再算一次 第二天他给我打了个电话 说没 雾霾是什么呢 我有时候会把灯关掉 我想看一看 我知道PM2 但我就存在这当中 它们是一些空气动力学直径小于2.5微米的颗粒 所以它们才能折射大量的可见光 留给我们一个能见度很低的世界 但是我看不见它 因为右眼能看到的颗粒物 最小的也是它的20倍 换句话说 这是一个看不见敌人的战争 只有一个办法 错就是14倍 大量的样本显示 有很多人比你更高 超标20倍 所有这些致癌物都负责在 就你刚才看到的 那个黑色的彩氧膜的表面 这种叫做黑碳的物质上 它非常小 只有0.2微米 但是它是一个锁链的结构 所以如果它打开的话 两颗黑碳能有多大 能有整个篮球场那么大 所以它可以吸附很多的致癌物和重金属 在中国这样的黑碳有多少呢 这是2009年 NASA做的一个测算 我能把它拽在眼前 就是这个 这是一个PM2.5的采样仪 我可以把一个非常干净的采样膜放在里面 然后我就背着这个仪器 24小时 这是那个采样膜最初的样子 对吗 24小时之后 它是这样的 如果我不对自己的孩子加以保护的话 所有的东西都会呼吸进去 它有多少呢 305.9亿微克每立方米 谁也听不懂这个数字对吗 我们只能比较它 这是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 这个是美国的 这个是欧洲 这个是中国 那么我们在当天呼吸进去的是多少呢 几乎是中国标准值的5倍 但这只是一个听上去有一点耸动的数字而已 我很想知道那个采样膜的里面到底是什么物质 我就请北大 邱新华博士给我做了一个测试 他分析出来的结果是这样 当中有15种致癌物 其中